你见过凌晨9点的俄罗斯吗 这大兄弟出名了之后都踢车了 哎呀妈 整挺好 第一次上校这么早 车都让我承包了 这叫地位 搁这上校大多数最早的一节课也就9点钟 一天两三节课 上到两三点钟也就放学了 老得劲了 这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学楼 整200多米高 太呐了 我一般搁这上课 我都站在锦顶上往下看美吧 看风景 赶上下课 正好碰见俄罗斯的模特给这拍照的 这死冷豪天的 就穿这点玩意 那么问题来了 你稀罕这俩哪个 在俄罗斯你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 他们建个楼的整个好几年 成费劲了 唯一这一块商业中心 还是咱们给他们建的 莫斯科今年经历了130年来 最暖和的冬天 几乎看不着雪 这天就这么闷土的 两个来月了 他就是这的地标性建筑 瓦西里大教堂 跟那冰激凌一样事 这美女借我相机 用前摄像头给他照自己 是不是整挺好 照你说那唬龙斑片的 那叫呢 就是大江埃克省 防水防抖 稳定性嘎嘎的 明天大江埃克省 元旦逐日之旅 赶快跟我找一下的 20年地狱旅阳光 搁哪猫着呢